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台北問華區是發生了一起砍燃案件 那麼初步了解雙方是鄰居 是為了噪音問題而爆發衝突 那麼最新當中的監視器畫面當中也曝光了 可以看到當時這個救護人員 是拿這個單架來挺進巷弄類 來緊急幫這個傷者進行CPR 不過當時呢 這個患者就已經失去醫生 那麼經過送醫搶救之後 還是宣告不治 根據了解呢 其實當時嫌犯在犯完之後 是來到這個路邊碰到這個巡邏 袁警把他攔下來 告知袁警說他剛剛殺人了 警方呢 急急忙忙衝到現場來 趕緊幫忙叫119 而初步了解呢 雙方就是為了這個噪音問題 多次爆發衝突 而今天上午的時候出門又正巧碰到 那麼嫌犯公聲是說呢 這個被害人當時是拿這個棍子要攻擊他 因此呢 為了防身水 隨手拿這個攜帶在身上的小刀來反擊 朝這個傷者的腹部來自燃車 刺了六刀 那麼沒想到送醫之後 還是搶救不治 目前呢嫌犯也已經被警方帶回派出所來偵辦 要釐清後續的問題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消息